人生創造 每天 十有家賞識 第三集西海岸玉石雕刻 早期珍寶 那今天我們來到蟹大的家參觀一下 這玉石很多啦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西海岸的也有 還有白玉水 都是我們西海岸的 那就看一下有幾件雕件囉 我們就來吃看囉 可看性應該很高 對 但大部分都是老天女世界 所以木畫 米樂福 這個石子是什麼 花洞嗎 還是 應該像黑文洞 它一樣也是黑文洞 漂亮 黑文洞跟黑花洞不一樣 對啊 黑花洞 這裡還QQ的喔 洞子的 整個還帶錢 古錢 雕得很細啊 很挺 喜歡 下岸的 包姜玉水啦 給大家看一下雕刻的 然後這都是皮啊 這裡 都是玉水類 然後蓋化皮 這裡 然後還有灑金黃的表現 這是加熱水的雕刻喔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烏戈蝙蝠 五福林門 然後還有山羊開胎 這是早期的啦 南徑的玉石 給大家看一下 三明木畫 這個算麒麟嗎 這種 這不是 那這是雕什麼 吉祥獸 這邊感覺有帶玉水 像雲獸 木畫 因為 像獸 像書籍 像拉文 它中間有 就是神獸啦 只要中間有這一些 就一個角嘛對不對 劈修 40年的 很沉啊 這個幾公斤啊 不曉得 原來我看 大概一公斤 一公斤 很沉啊 很紮實 遼寧的木畫 這底下是保留圓皮 它的走向 你看大哥叫我把它猜 我沒猜出來 可是它的走向還有玉水線啊 那些的 然後打燈都是很Q的 這個紙 給大家看一下 鹿角畫域啦 鳳山西 檢食的 二三十年前喔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它這個是算什麼動物啊 蜥蜴 蜥蜴是嗎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可以啊可以啊 還沒關係 給大家看一下 哇靠 支架還滿滿滿的 它保留它的圓皮啦 然後上面就是做雕刻的 哇 哇真的好大箭 現在 現在這我不敢雕 它這個是叫什麼 這個石頭 名稱 花洞 叫花洞 然後帶紅對不對 哦 織便 西亞的石頭大部分都織便 這是椰化 你看人家找到這麼大箭 然後做成手肘不容易 這林口發電廠 早期的 好漂亮 好啦 那以上影片呢 就是我們在謝大德家 參訪 它的雕刻劍玉石啦 很多都是早期的 那其實早期的工呢 都是送去大陸雕 台灣的呢 有 比較少 可是現在 很難找到台灣的了 需要花一點這個小朋友啦 那以上影片呢 就是 特殊雕刻劍啦 有些真的滿漂亮 像我們自己也有收一些 玉石雕刻 有佛像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也是我們收藏的啦 我們自己也很喜歡雕刻劍 所以陸陸續續如果在網路上看到呢 也會稍微搜一下啦 這是海寶產的啦 花玉 然後 彌勒佛的 然後後面有杯錢袋的 蠻特殊的啦 加個底座也不錯 然後西亞岸呢 因為 它的玉石呢 不管是青色也好 還是玉石的質地也好 它是比較老的 所以它 它外表呢 跟內在 它的變化呢 會不一樣 有時候會變化 打像花壁也是一個 很漂亮的十種 它的花壁呢 外表是 例如它是像黃碧一樣 可是它切開呢 它會有三四種變化 藍色 有時候紫色 有時候其他的變化 會有幾 很漂亮的 那也可以做巧雕的啦 例如白玉水 你可以把它的 外面那一層蓋畫呢 雕個花 像謝搭它也有 就是一個 擺玉水 它就是做巧雕的部分 其實是蠻多好玩的 那希望台灣的疫情 趕快趨緩 讓我們真的能夠 平平安安出去 快樂的撿玉石啦 那如果有前輩 想要給我們 參訪 或是給我們 參觀拍攝 玉石 可以私逆我們粉專 那我們再跟你聯絡囉 以上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 那我們就 下集廠見囉 各位 掰掰 開始 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按隻 鼓勵 兩支影片的連結喔 可以看到更多影片喔 那我是龍 下集再見 掰掰